神仙中地位最高的宝妈,斗母元君,她生了两位天帝和北斗七星君。 在中国的神仙体系中,说到地位尊贵的女神,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女娲娘娘,第二个想到的就是王母娘娘。 这两位女神应该是中国神仙体系中最超然的女神,地位远高于其他女神仙,其实还有一位女神仙,地位与女娲和王母娘娘地位差别不大,但很少被广大人们所知。 而这位女神绝对是所有女神仙中地位排名第三的存在,那就是斗母元君。 斗母元君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神旨,简称斗母,又称先天道老,圆明道老,北阴前缘,大范子光,圣母等。 为什么说斗母元君是一位特殊的女神呢? 一是身份特殊,是整个神仙中最厉害的宝妈,因为她一共生了九个孩子, 其中长子为天皇大帝,即四玉之一,勾成上公天皇大帝,四子为子威大帝,四玉之一中天子威北极大帝。 其余七二子分别为贪狼、巨门、鹿存、文曲、连针、武曲、破君,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斗七星君。 二是地位特殊,斗母元君是众星之母,也是所有星君,星神之首,比如我们常说二十八星宿,三十六天刚,七十二地煞,北斗七星,南斗六星等等所有星神都归斗母元君馆,三是长相特殊。 斗母元君额头上长着三只眼睛,肩膀上有四个头,八只胳膊分别拿着各种法器。 为三目四手八臂形象的女神,这种造型在佛教中常见,但在道教神仙中是非常罕见的。 一,斗母元君的来源,斗母的信仰源于古人的星宿崇拜,真正成形于宋朝。 很多人认为,斗母的原形是佛教的魔力之天,因为斗母三目四手八臂的形象,完全就是佛教神灵的形象。 而魔力之天,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,后来被佛教吸收,变为佛教二十诸天之一的魔力之天。 也是一位女性神,形象为三头八臂,每头各有三目,名字的意思是杨燕。 后随佛教的在中国的传播,而影响到民间信仰,与道教的北斗信仰结合。 所以,斗母元君是佛道融合的结果。 道教将斗母纳入西洋后,著有专门的天神传记,叙述斗母元君的来历。 其中,以北斗本《圣经领宝领教嫉妒金书》的故事为主, 太上元始天尊日以先天阳气化生玉皇大帝,也以先天因气化生斗母元君。 斗母于龙汉年间,脱化于西竹国中,为周裕国王之后妃,号子光夫人。 常行仁慈,就拔众苦,曾殷勤供养元始天尊,愿生圣子利益众生。 元始天尊满其所愿,一天,斗老在玉池中沐浴,互见元始神像放大光明,便找华池。 池中化生九朵金色莲包,经过七日七夜,玉池中光明愈来愈赤盛,光芒上腾九华天中,化成九所大宝楼阁。 紫光夫人忽有所感,于是生下九子,长子为天皇大帝,四子为紫威大帝,其余七子为贪郎,巨门,陆存,文曲,连针,吴曲,破军,北斗七星,统称为北斗九皇大帝。 龙历九月初九日是窦老援军圣诞,九月初一至初九,是九皇大帝圣诞。 关于龙汉年间,在道教中,就是天地五节之一的时间,所谓五节,就是以龙汉颜康,赤明开皇上皇为主的五节。 一节,元始天尊,在这五节的每次世界崩坏重建之时,向生灵受以密道,被称为开节夺人。 元始天尊于龙汉时期,初法度人,百姓人人长寿,幸福美满,然后等元始天尊走了,世界秩序开始崩塌,最终天地毁灭,而每一节就是四十一亿年。 二,风神演义中金灵圣母的原形,就是斗母援军。 明朝的风神演义中,以道教神仙体系为蓝本进行创作,大部分的神仙都有根源,其中通天教主的弟子之一,金灵圣母的原形,就是斗母援军。 风神演义中,金灵圣母是通天教主四大清传弟子之一,可以说是通天教主门下,仅次于大师兄多宝道人的厉害角色,为女仙之首,拥有法宝龙虎如意,四象塔,七香车,飞金剑等,其道横,远高于产教著名的十二金线。 金灵圣母的徒弟也是非常厉害,一个是商朝的太师文仲,一个是彭埋道,一气仙于援。 文仲在跟着金灵圣母学艺五十年,是殷商的顶梁柱,金灵圣母甚至预言文仲,你一生逢不得绝字,后文仲果真死于绝龙岭。 而一气仙于援,一把化血神刀伤了哪吒和雷阵子,被江子牙抓了之后,凭借金刚之躯,竟然无法被杀死,最终还是陆鸦道人出手,用斩仙飞刀才杀死于援。 而金灵圣母更是战绩辉煌,在万仙阵中打死姚池金母的女儿,荣吉公主与结教叛徒红锦,惹得文书广法天尊,后来的文书菩萨。 谱贤真人,谱贤菩萨,与慈行道人,观音菩萨,三大士各齐青师,白相,金吼为公,三大士面芬兰,红,白,霍献三手六臂,霍献八手六臂,霍献三手八臂,浑身上下具有金灯,白脸,宝珠,鹰落,华光护驰来大战金灵圣母,金灵圣母挥动龙虎欲如意,以一敌三,根本不落下风,可见战力之强,可惜就是被在一旁观战的燃灯道人 承其不备,用定海珠偷袭,当场命丧阵中。此后,金灵圣母被封为砍弓窦母之神,为星宿之首,因为都宝道人被太上老君捉走,没死,所以金灵圣母应该就是所封的三六五路正神中,法力最强的一位,星宿之首当之无愧。 当然,风神演绎只是小说,只是借鉴了道教的神奇为原形,可不能将金灵圣母当作道教的神灵来信仰。 三,斗母援君的神通 斗母援君作为星神之母,自然拥有许多大神通,可谓神威浩荡,法力无穷,太上玄陵斗母大圣援君本命延伸新经记载,斗母能阳能语能变化,救灾救难救刀兵,此次救生其林子,其名金榜就提名。 商骨者,必加增,祈求父母得长生,子孙的荣圣,夫妇福寿康宁,万邪自归正,诸恶化为臣。 对百姓来说,家里供奉斗母援君,敬畏的就是救济众生,度化苍生。 最吸引眼球的是其为掌管生的女神,能安全胎育,即具有保胎的功能,俗称保胎圣母,所以在民间各地道观中均有她的神像供奉。 人们把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,认定为斗母援君的生辰,祭祀这位福生无量天尊。 关于斗母援君显灵的故事,在明朝末年,兵部右侍郎梁广军务总督雄文灿,招安了曾经为海盗的郑之龙,郑成功之父,郑之龙被封为梁广总督。 兵坐镇赵庆建立了水师营,后郑之龙奉命前往福建,讨伐一个名为刘湘的海盗。 对战当天,刘湘正要举刀交战,谁知海上波涛汹涌,天上云团滚滚,隐隐还有个神像站立其中。 这时,郑之龙大喊,我得助于斗母援君,你看,斗母援君来了。 瞬间,郑之龙的军队气势大增,顺利地打赢了这场大战,而刘湘更是自稳于战中。 后来,雄文灿听说后,便捐资十万,扩建重修水约宫,纪念斗母援君。 斗母援君的坐骑也是非常有趣,其所乘坐的前面,以七头小猪拖着的猪车,这七猪是北斗七星的化身。 这也是为什么金陵圣母有七香车这件法宝的原因吧。 四,斗母援君那些牛掰的儿子们,常言道母平子贵在神仙世界中也体现出来,斗母援君可能很多人不清楚,但是他的九个儿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 大儿子是四玉之沟臣大帝,又称天皇大帝,神职协助玉皇上帝执掌南北两极和天地人三才统一万神,并主持人间兵革之事,故义是武神和战神。 二儿子是四玉之紫薇大帝,辅佐玉皇上帝管理星界,统一万星。紫薇星是位于上天的最中间永远不动,位置最高的星,故最为尊贵,是众星之主,万象宗师,因此对他极为尊崇,当成帝星。 所以,命公主星是紫薇的人,就是帝王之下。 紫薇大帝执掌天经地委,一帅普天星斗,截至鬼神与雷霆。 后面七个儿子,就是著名的北斗七星君,注意北斗七星是由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拳、玉恒、开阳、摇光七星组成的。 其中,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拳组成为斗身、古约魁、玉恒、开阳、摇光组成为斗柄、古约韶。 而七星,对应的星君是,北斗第一阳明,贪狼星君,天书、北斗第二,阴京剧门星君,天玄、北斗第三真人,陆存星君,天机。 北斗第四全明,文曲星君,天拳、北斗第五单元,连针星君,玉恒、北斗第六北极,武曲星君,开阳、北斗第七天官,破军星君,摇光。 其中文曲星,武曲星,是民间经常崇拜的文武之神。 而北斗七星为私命神,考察活人和死人的功过善恶,掌管世间的生死俘获,所以民间多向北斗七星祈福避祸,驱除百邪。 三国演义诸葛亮,就是祈求北斗七星续命十二年。 斗母元君,有这么厉害的九个儿子,可以说是神仙世界中的第一宝妈。